奈隆 就是奈隆6-6 就是脊二酸跟六芽甲基二氨 化學反應產生的奈隆 我們說脊二酸 這是兩個酸 這個是 COOH就是酸跟 氨是NH2 這個是脊二酸跟二芽甲基 六芽甲基二氨 這個是醇 順便講一下 這個酸跟醇會產生脂 就是這個OH跟這個H連起來 變成COO 然後再一個連結 甲基是CH3 乙基是CH2 像這樣 乙基 抱歉 乙基是兩個碳 芽甲基是這個 甲基 乙基 一個碳 兩個碳 就是一個 一個可以連結的劍 加上一個碳 其他補清 這個是乙基 這個是亞甲基 這個因為 我們這些要用到奈隆上面 我們順便講一下 關於加乘劇化 我們上次講的那個 PE塑膠 就是加乘劇化 那 縮核劇化 我們在奈隆講的就是縮核劇化 像奈隆 寶特瓶 那PE就是塑膠袋 那個PE是沒有副產物 的加乘劇化 寶特瓶跟奈隆 是有副產物的縮核劇化 那麼我上次也講過 我們在大學部 為什麼刻意 要讓你們學這些 有機化學 就是塑膠 其實塑膠對你們將來 以機械的人來說非常重要 現在我們講說 鋁合金 鋁合金 壓住的 鋁鋁合金 鋁合金 還有塑膠 在機械業的訂單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 還有表面處理 比如說陽極處理 噴漆 烤漆 還有一些其他的 表面處理 這些在機械業越來越重要 我們接國際訂單的話 這些都是必要的技能 那你大學部有接觸到 你就不會那麼怕 假設你到大學部 你都沒有接觸到這些 你將來 要做這些工作的時候 你會一直覺得 我不是這個專長 這個不是我的專業 所以我們再提早要早一點接觸 好 各位看看 Nylon66 Nylon66 PA就Nylon66 它是6雅甲基二氨 這個是6個雅甲基 CH2這個是 雅甲基 6個雅甲基 就是123456 二氨兩個NH2 一個兩個 脊二酸 脊就是 甲乙丙丁物脊 6個碳叫做脊 然後兩個酸 COOH COOH 就是脊二酸 那這兩個連結以後 會氨跟酸 會結合排出一個水 然後連起來 變成 Nylon66 這邊6個碳 這邊6個碳 這個雅甲基變4個 然後這邊一個酸 這邊一個酸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6個 Nylon66 像這樣 Nylon可以不斷的繼續反應 另外 Nylon60 就是 這邊如果是8 加兩個碳 10 這邊6 Nylon60 我們知道這個雙劍會吸水 所以這邊越長的話 他會吸水的百分比越低 因為越長吸一個水 跟越短吸一個水 當然 越長吸一個水 他的比例比較低 所以這個縮水率 吸水率比較低 在 機械特性會比較好 那麼這裡講到本環 本環 這裡講到酸跟胺 這個我們先 關掉這個分享 然後 我再給你們看 下一個畫面 現在這個畫面 各位看到了 這個畫面 是 寶特瓶的 巨畫反應 他也是縮合巨畫 他也是縮合巨畫 那 各位可以看到 寶特瓶是我們 生活中常用 為什麼我講的這些巨畫 都特別選 我們像選Nylon 你們生活中用 用到 那 P塑膠 塑膠袋 你們生活用到 像這個寶特瓶 等一下我們講的電幕 這些我們在機械業都常用 而且在生活上也常用 我們看寶特瓶 寶特瓶是 對本二甲酸 乙二紫 就是對本二甲酸 跟乙二純 的子化反應 酸跟純 那麼 我們看看 對本二甲酸 這是一個本環 本環 那麼 他對位 對位 就是相對的這個位置 有兩個 甲酸 COOH 甲酸 的這個 關能基 所以這個本 對位有兩個甲酸 這叫做 對本二甲酸 這是本環 六個碳 六個碳 那麼 這邊有幾二酸 乙二酸 抱歉 這是乙二純 是乙 乙是兩個碳 二酸 兩個 兩個純 乙二純 乙 乙是甲乙兩個碳 那二醇是OH兩個 那這個OH跟這個 OH的這個氫 跟這個OH 這個醇 這個是酸跟不一樣 然後這個OH跟這個H會結合 連起來變成 COO 變成這樣 然後這邊變成共價件連起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COO COO 就這邊連起來 變成共價件 然後這邊有個O 那這個就是 寶特瓶的結構 寶特瓶 就是 對本二甲酸 E 二紫 那麼有一個PBT 對本二甲酸丁二紫 這邊是四個碳 那 那 這個對本二甲酸丁二紫 就這邊有四個碳 叫做PBT 剛才我們叫做這個叫做對本二甲酸 乙二紫 對本二甲酸 乙二紫 那這個是PET寶特瓶 對本二甲酸丁二紫 乙是兩個碳 丁是四個碳 這邊是四個碳 叫做丁二紫 PBT 這個我們電腦鍵盤 常常用這個材料 那你們在大學不學的時候 要知道什麼東西是用什麼材料做的 塑膠 不像金屬 金屬我們看了就知道它是什麼 銅有銅的樣子跟它的比重 鋁有不同的比重 它不同的樣子 鋼鐵有鋼鐵的樣子不同比重 派合金也不同比重長得不一樣 很容易辨認金屬 所以我們機械的人 常常會覺得說 材料應該馬上看馬上可以辨認 可是塑膠不是這樣 塑膠的原料跟最後的產品 完全長相不一樣 譬如我舉個例子 像我們常用的像那種 PVC PVC的原料是又硬又脆又透明 可是他加了一些塑化劑 染色劑 色料 然後什麼 抗紫外線劑 著色劑 加一大堆以後 跟原來長得完全不一樣 全世界的皮革 皮革 就是我們皮包皮鞋那些皮件 有百分之七八十是PVC的 塑膠的 假皮的 可是塑膠的原料是又硬又脆又透明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塑膠的產品 他往往不是原料長相 他長相看起來你根本 看不出來 他到底是什麼原料做成 所以你拿一個東西給一個 塑膠專家說這個是什麼 他可能沒辦法完全確定說這個是什麼 他可能從 他的功能去猜說這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什麼 那我們機械的人要知道說什麼東西 要用什麼材料 來做 為什麼人家為什麼會用這個材料來做 因為他最適合 這麼多大廠 用這個材料來做這些產品 為什麼 因為他最適合做這些 東西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兩個 PET 跟PBT 抱歉我喝個茶 那 前面講的 Nylon 還有P1塑膠 這些 各位都要知道一下 那當然 你們剛開始學 有機化學 你可能會覺得很陌生 這很正常 我自己在高中的時候 我也是刻意花許多時間 去背 這些有機化學的什麼酸根 什麼本耐恩 什麼純酸胺 什麼甲基乙基 當然你經過這個階段 那 我建議就是說你們順便 趁著這個 我們在疫情的期間可以錄影 你順便可以 看看錄影 上課上網的看看錄影 了解一下 因為 你了解不一定要記起來 因為現在沒有考試 你沒有理由把它記起來 但是呢 這些東西你要熟悉 熟悉不是為了考試 你看 你在我的教室 我根本不重視考試 所以我給你們 從筆記本去抄答案 那其實重點不是在你 你記在腦子裡面 重點是你有印象 像我們叫你抄一遍 抄在筆記本 再抄在答案子 所以就是讓你有印象 那你知道這個印象 你將來在用到的時候 你的大腦就會提取這個 這個知識 然後再連結起來 所以 你現在學過將來就會比較容易 好 那這個 我們講完寶特瓶 那我順便要講 那個墊墊 墊墊是一個三度空間 你看現在我們 截起來都是一個一條線 左邊一個 公價鍵右邊一個公價鍵 你一直繁衍下去 最後做一條長長的線 可能這個分子量在 10萬左右 10萬到 就是N值 在幾萬到幾十萬 那 奈隆跟這個 寶特瓶都是一樣 他只要原料繼續給他 他會不斷繼續反應 他反應不會停止下來 這種加成劇化 跟縮核劇化不一樣 我們這個縮核劇化 他 常常是會繼續一直繁衍 就越來越長 好 那我現在先把這個畫面關掉 我要打開 那個墊墊的化學反應 我現在分享的這個畫面 這邊是電墓 電墓有的人 當然機械業你應該知道電墓 可是你不知道 可能也正常 因為你們 還沒有真正在機械業 電墓常常被用來 機械業當作隔絕 電流或電壓的一個材料 就是說比如說一個高壓電 那麼你可能 旁邊你把他用電墓給他支撐 他不會說因為某些因素 譬如說漏電或是什麼 好 那 電墓也常常被用來做複合材料 那我們可以看看電墓叫做分泉素質 分泉素質 那這裡這個畫面有一個本環 順便給你們看一下 因為剛才我們講到那個 本環有沒有 像那個 寶特瓶 對本二甲酸乙二子有沒有 那對本二甲酸我們是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本環像這樣 有沒有右下角這個 那這個本環原本的化學結構長得像這樣 6個碳123456 而且呢 這個雙劍有三個 單劍有三個 而且 雙劍的位置呢 他會共振跳動 就是 一個時間在 右邊一個時間 雙劍在左邊 他是共振交換的這個結構 那麼這個本環有6個碳 那如果是 分的話這邊有個OH 方箱 豬 那我們通常 比較簡單的用這樣來表示 表示成這樣 那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他這個太難畫了對不對 麻煩 所以我們通常 化學上是這個表示這個叫本環 那麼這邊如果有一個OH叫做分 好 我們看看店幕 店幕叫做分權素質 我們先看看甲權 甲權就是你看 我們油漆裡面 甲權有沒有中毒對不對 很多油漆工人 在那個 譬如說 譬如說 儲存槽 譬如說酸或者是油 或者是什麼儲存槽 那麼工人 進去這個槽裡面 施工去做油漆 油漆工 然後昏倒在裡面 為什麼 甲權 吸在我們 肺裡面 甲權中毒 這個所以甲權 有時候你們如果新房子 油漆 現在油漆有沒有加甲權 應該還是有 那那個味道很嗆 還有哪裡 有甲權你們常常在吃 你們常常在吃 就是什麼 像那個 方便筷子 就是那個一般的 你們吃那個 便當 那個筷子 那個筷子裡面通常還會含有甲權 他 為了要 譬如說消毒 還有 還有改變這個筷子的顏色 做一些化學品 甲權 CO 然後H2 對不對 你們看到這個中間這個叫甲權 然後 分我畫了兩個 分就是 本環有一個OH叫做分 剛才這個本環有沒有 上面有一個OH不一定在上面 他某一個位置 有一個OH 就本環有一個OH叫做分 那分是一個方箱族的 就是 只要有一個本環有一個OH 通常他他有香味 通常他有香味 我 今年談價花了 兩個多月 讀有機化學 讀了很多這個方箱族的東西 那麼 你們有興趣可以找我 可以 給一些資料 好 那 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分 一個甲權的話 那麼這個H 跟這個H加這個O變成H2O排掉 所以這個也是縮核句話 可是這個縮核句話跟剛才的 寶特瓶 奶龍 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 寶特瓶 跟奶龍 他都是只有 就是一個線性反應 換句話說 他的反應機 只有兩個 一個分子有兩個反應機 反應機就是說 你可以跟人家反應的 官能機 假設說我一個人有兩隻手 那我右手牽一個人 左手牽一個人 那會牽成怎樣 牽成一條線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前面講過的 所有的分子 他都有兩個反應機 兩個官能機可以反應對不對 所以他會牽成一條線 可是這個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這個氫 他這個本環有五個氫 所以他有怎樣 五隻手 這個本環有五個氫 有五隻手 所以他反應以後 他會結合成 三度空間的網狀結構 變成一個固體的網狀 而不是線狀 這個是最大的不同 所以電幕 你可以看到這個 分裡面有五個 氫可以做反應 他有五隻手可以跟別人牽在一起 所以他會牽成一個 三度空間的網狀結構 哦 所以他不斷的反應 他這個氫跟這個氫這個氧 結合排掉 那變成 變成這樣有沒有 氫跟他結合 這個剛才這個 歐不見了對不對 歐不見了以後 然後這個電子跟他連結起來 這個電子跟他連結起來 就變成這樣 可是你想想看他可以繼續 還有四個氫 可以跟別的 那個 分子 跟別的這個方向組的像 分的分子 做反應 所以他不斷的跟別人做牽手 就跟別的另外一個分子牽手 所以他牽起來就是一個3D的網狀結構 而不是一個線 的結構 哦 那 我們講到這裡呢 我們講到什麼 就是一個 化學反應的劇化 我們講到說現在我們講到兩大類的劇化 一種是加成劇化 一種是縮合劇化 加成劇化像塑膠袋 我們起始 進行跟終結 我們把一個 PE 乙烯單體把它結成一條很長的線 變成塑膠袋的 這種碳鏈 所謂的鏈就是一條線的樣子 那麼 縮合劇化我們講到 奈隆 脊二酸 跟六芽甲基二氨 結合成奈隆66 有的奈隆60 我們在 工程塑膠我們講到另外一種 奈隆6T 做齒輪的 塑膠齒輪 奈隆6T就是一個本環代替 那個 四個芽甲基 本環代替四個芽甲基 變成一個 奈隆6T 那這種都是 比較高級的奈隆的 這種升級版 那奈隆也是一張一條線 像我們現在這個畫面一條線 那麼 我們剛講到 寶特瓶PET跟PBT 電腦鍵盤PBT 對本二甲酸一二子 跟對本二甲酸丁二子 你覺得這個名字很長 你剛開始很不適應 可是你習慣了你就會適應 因為他的名字 你如果知道他長怎樣 他就不會很複雜 而且我建議你們 在年輕的時候 要積極的 開拓你的領域 我們機械系的大部分 領域都太窄了 那我也沒辦法改變這個事實 很多人讀書讀的很窄 譬如說 我們機械系大部分的人不會量子力學 可是現在量子力學已經是一個必要的嘗試 我們機械系連老師都不懂量子力學 近代物理 那你怎麼教下一代的人 所以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說 現在很多的 電子 產品已經 到近代物理的量子力學的層次 你不能永遠用古時候的 用上一個世紀的 那種 物理 來了解這個世界 好 那我們機械系也常常 覺得說 這個有機化學是化工的 我們不是機械的 不要這樣想 你早一點進去 對你來說是 非常重要 而且在未來的 工程科技的世界 你必須要跨專場 跨領域 這個教育部現在在推 可是我覺得推的也是 相當的無效 因為他只是 他不是把你們學的學的更專精 而是把專精的東西減少 那這樣怎麼更專精 譬如說你把工數量學習 變一學習 這樣會更專精嗎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那我現在講到的是說 我們教各位這個有機化學 哪一種塑膠 那個對你們來說非常重要 可是這個卻最困難 為什麼 在大學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見到這個東西 你以為你不會用到 你不知道說 將來訂單充滿了這些東西 同學畢業10年 才來問我問題 那我跟他講 工程書要怎樣怎樣 他問我說 當時你為什麼沒有教我們 10年後 你還會覺得老師10年前應該教你們 所以你們現在在大學的時候 我要教你們 你不想學對不對 可是你到時候10年後 當然不會到10年後 因為你10年後才會獨立 獨立扛訂單對不對 國際訂單進來叫你一個人扛 所以你那時候你就知道說 你的專業技能如果太窄的話 有問題一大堆 好 所以 我們塑膠講到現在 我們現在在講什麼 記不記得我一開頭講塑膠的時候 講四個重點 塑膠第一個就是長出這一條長鏈 這個主鏈 那我們講到這裡 講到主鏈怎麼產生 我們講的好像三次了 才講到主鏈怎麼產生 就這一條鏈 各位 不要忘了 我是一個很節省 那個上課時間的人 我為什麼花這麼多時間 跟你講這些東西 就是他很重要 就像我們花 5個禮拜講一顆原子上學期 也是一樣 他對你的一生會影響很大 如果你有接收的話 那這個也是一樣 你有沒有接收這個關係到你未來 比如說有機化學 塑膠材料工程塑膠 對你來說是不是機械 那就是你能不能吸收 好 那我們現在講到塑膠的第一個重點 我們講到說這個長鏈 我們講第一個重點的前半段 就是這個長鏈是怎麼產生的 那麼第一個重點的後半段 我們現在講第一個重點的後半段對不對 前半段講完了 就第一個重點就是這一條鏈 我們講前半段就是說 這一條鏈是怎麼長出來的 後半段要講什麼 後半段要講說 這一條鏈長出來以後 他對機械性質 譬如說談 光學性質 還有熱力學性質 他會有什麼影響 這條鏈長出來 他有可能 長越長 他是不是強度越高 這可以想像對不對 可是有些他怎麼產生熱性質 怎麼產生光學性質 他長得越長 他會對齊靠攏在一起 靠攏對齊這條線 靠攏對齊就好像我們的毛線 你把捲一捲捲一捲就變成一球 毛線球 靠攏對齊以後他叫做結晶 結晶以後呢 他光線在裡面會折射 所以結晶的塑膠 他會不透明 像我們塑膠袋 你把它 拿 500個塑膠袋 然後做成一個玩具 這個玩具會不透明 那塑膠袋為什麼透明 那玩具的PE為什麼不透明 因為塑膠袋很薄很快就冷卻了 他來不及結晶 他就透明 那麼塑膠袋500個灌在模子裡面 他慢慢慢慢的冷卻 他就會結晶 結晶以後這個結晶部會繞射 光學會在裡面折射 造成這個不透明 所以這個鏈的長度也會影響到結晶 結晶會影響到透明跟不透明 另外 有結晶的塑膠 他有溶點 他比 玻璃轉化溫度更高 他在射出成形的時候 你必須要超過這個溶點 他才會 這個鏈才會張開 所以他在溶點之上做射出 那麼 所以有結晶的塑膠 跟沒有結晶的塑膠 他不同點就是說 沒有結晶的塑膠沒有溶點 只有玻璃轉化溫度 射出的行為 跟結晶塑膠的射出行為 塑膠射出 在你模具設計 還有你的條件的設定 你的材料的選擇 都會影響到你的產品 所以 我們在講這個 將來 再再處處就影響到你的設計 你的判斷 現在我們講 那個塑膠的四個重點的 第一個 講到塑膠這個長鏈 是怎麼長的 我們講到了四種 P 那個塑膠袋 這是加成劇化 我們講到 奈隆 縮核劇化 講到寶特瓶 縮核劇化 講到電幕 電幕是網狀 我先講 這是後面才要講 好 那這條鏈長起來 我們接下來後面要講 這條鏈 會怎麼影響 他的強度 機械性質 光學特性 還有熱力學特性 這個畫面我先關掉 好 現在我給各位看 這個畫面 這個水 好 這個畫面 你們應該已經看到 如果看不到跟我講 我們上次講到 PE的 死塑膠就是他已經 加成劇化完成了 變成一條線 這條線有N個 有N個 這個乙烯單體 前面有一個排頭 後面有一個排尾 他已經不能再反應 全部都是單件 而且沒有反應機 沒有關人機 沒有雙件 這個長度已經決定了 所以這個 加成劇化會最後產生這樣子 死塑膠 他的長度已經固定 那麼縮核劇化可以不斷的反應 像奈隆跟寶特瓶 好 各位看看 這個長度會影響機械性質跟光 熱力學性質 因為他透過結晶 這個長度會影響機 這個是 酸跟氨跟奈隆 這位看看 奈隆 奈隆 奈隆6 這邊6 這邊是6 奈隆60 就是 60這邊是8 60 奈隆6T T是這邊改成一個本環 各位看到這個數據 奈隆6 他會吸水變脆 所以改版改成奈隆66 本來奈隆6就是這個6沒有對不對 這連起來 奈隆6 那奈隆6 這這邊有個6 這邊有個6 這個吸水率2.7% 奈隆66 跟0.4% 6倍 對不對 吸水率降了6倍 降成六分之一 還有奈隆6T吸水率0.3% 換句話說這個改版高級的工程塑膠 通常都是為了現有產品的 某些特性的更新 譬如說有些機械產品 你用奈隆做 或者是我們奈隆 我講過你那個 像 水族 水族箱 或者不是水族箱 像那種海產店 生鮮海產 海產店門口 它一些活的魚 活的蝦就 用水有沒有 然後噴 噴一些空氣 然後 然後裡面養了一些活的魚 跟活的蝦什麼 那那個桶子不是一個橘紅色的 那個就是奈隆 那奈隆 吸水它會膨脹變脆 所以這是一個奈隆的特性 所以你想要選更好的 吸水率低的 它才不會膨脹那麼嚴重 才不會變脆那麼嚴重 好 那奈隆是PA 這個是 奈隆 那寶特瓶 PT是寶特瓶 PBT是鍵盤 那寶特瓶回收可以做地毯跟衣服 寶特瓶回收可以做地毯跟衣服 那這個PBT是鍵盤 就是 改良版的 寶特瓶就比寶特瓶更好 那這個 我們把這部分看完了 再來我給我們繼續講到下一個部分的 塑膠材料 這個黑板 在講這個鏈的長度 這個要講 這個鏈的長度 就是碳鏈的長度 碳鏈的長度 怎麼來決定呢 以它的平均分子量 平均分子量 來決定 換句話說 分子量越高的 譬如說以P1塑膠來說 分子量越高 表示它的 這個聚合度越高 就是N 就是一個 一條長鏈是由幾個 乙烯單體 所構成的 當乙烯單體越多 從1000到1萬到10萬越來越長對不對 這個叫做平均分子量 分子量越高的 表示它這個鏈越長 那麼有兩種 平均分子量 叫做重量平均分子量 跟數量平均分子量 那麼數量就是 裡面有幾個乙烯單體 這叫數量 那重量就是它的 分子的重量 分子量是多少 那麼平均怎麼平均呢 我們來看看 人類的身高體重 怎麼平均 我們如果要描述說 我們搬上 50個人的平均體重 那怎麼算呢 怎麼算 譬如說 一個學校 或是一個部隊 你要算他平均身高 或平均體重 怎麼算 譬如說台灣人的平均體重 2000多個人 2000多萬 你怎麼算 我們現在怎麼算 現在假設 總共 情義總共1萬多個人 我們來看情義的平均體重 情義學生的平均體重 怎麼算 我們先統計出來 說50公斤以下的有500人 60公斤 譬如說60公斤 正負5公斤 55到65公斤的有2400人 70公斤級的 65到75公斤的 有5300人 然後 80公斤級就75到85的 有3100人 90公斤級的85到95有300人 然後 大於90公斤的就是95公斤以上的 有50個人 那我們這樣統計出來以後 我們就把這個50乘以500 60乘以 2400 70乘以5300 80乘以3100 90乘以300 然後 這個 100乘以50 那這樣子 全部加起來 上面這個 W1 W2 這是X W1X1 加上W2X2 W1X1加上W2X2 加上W3X3 加上W4X4 這樣全部Sigma加起來 從I等於1到N 這個就是全效的總重量 這個乘以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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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加起來 這個全效的總重量 除以 SigmaX 就是什麼 就是500 這是X1 加上2400X2 加上5300X3 加上3100X4 加上300X5 加上50X6 換句話說 把這個500這邊 全部這個加起來是什麼 總人數 所以學校的 總重量 學校學生的總重量 除以學校學生的總人數 就是平均重量 那這個我為什麼 花這麼 這麼慎重的講這個 其實平均 又是一個重要的東西 為什麼 機械系沒有學統計學 統計學 平均值 標準X 這些對你們將來都是很重要 所以你必須要學這些 當然高中已經學過了 那你們學高職的可能沒學過 那就是要重新學過 所以呢 現在講的是 怎麼算平均值 平均值怎麼算 要看看 平均體重 就是 把全校所有的重量算出來 再處理全校所有的體積 所有的人數 就是平均數 再來看 所以這個平均 分子量也是一樣 重量平均分子量 就把每一條碳鏈的分布 當然是用 設備 去做分析 譬如說 他的 用那種 融劑 然後衝過去 就像我們用電風扇吹東西一樣 融劑衝過去 分子量比較小的 他會先衝比較前面 分子量比較大比較重的 他 他衝的比較慢在後面 所以你用融劑去衝一個塑膠 他先跑出來的是 是分子量比較小的 後跑出來分子量比較大 你就可以把它區 區分開 然後你就算出 分子量比較小的占多少 然後你就統計出來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 不同長度的 他的重量跟數量 把他 全部加起來 再處理他全部的數量 就可以算出他的 平均分子量 好 到現在我們還是在講 塑膠的第一個題目 第一個主題就是這個鏈的長度 那這個鏈的長度 我們說X等於根號DT 溫度越高時間越 長 越久 他就長得越長對不對 溫度越高 時間越久長得越長 所以塑膠也是一樣 你給他越多的時間 他長得越長 而且塑膠本身 他會活動對不對 有點像麵條 你麵條你 他是不是會 可以移動對不對 那我們熱振動會讓 分子產生 熱振動 然後他會移動 那麼移動以後 你可以看到溫度越高 他的移動的距離也是越遠 時間越久 他移動的距離會越遠 那麼當塑膠的鏈 移動到像這樣靠攏對齊 我們稱為結晶 塑膠靠攏對齊 我們稱為結晶 這是大自然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你想像看 你有一碗麵條 你一碗麵條 你不要放著 放10分鐘以後 他一定有些地方會靠攏對齊 這是很自然的對不對 好 所以但是這個結晶有兩大類 要一種叫做碎狀晶 一種叫折疊晶 碎狀晶的話 是像這樣 我們 從3點講到現在4點 我們還是給各位 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 休息10分鐘再回來 那我先停止錄製 那我先停止錄製 那我先停止錄製